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北市万里的龟吼渔夫市 这也是北台湾其中一个重要的渔货市场 可以看到在这边包括像是这样子的海胆 还有河豚以及红巡等等都非常的新鲜 因为很多都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才刚从海面上捕捞便运到这里来的 因此也吸引了很多民众会来这边来采买一些海鲜 西北市府宣布从13日开始 相关的风景区就要来进行围解封了 不过人数会控制在整个市场的40%左右 但是围解封的日期还没有到 其实在这两天周末是有一些民众开始来 涌到这边来采买海鲜 但你听一下稍早访问 之前有休息 这边有休息一阵子 那今天走开了一边 对 然后就是因为后来有听说这边又重新开始 然后就也忍了蛮久的 想说今天可以来带一些回去这样 为了因应接下来可能在龟吼市集 会出现的一些人潮 其实在这边相关的管委会也做好了管制 在入口的地方可以看到 所有人在进去了之后都采单一入口的方式 必须要扫描QR Code实联制之后才能够登记 而整个入口就开放像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是只有单一唯一的入口 就是说希望能够做到人流的管制 而且在进来里面之后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也设有相关的酒精 还有体温的量侧站 必须要量体温 体温适当了之后才可以进去 而且在入口的地方也有人员来进行人流的控管 并且是在谈犯的地方 都会告诉大家说你距离是要保持好的 不要来靠太近 也因此新北市观光局 他们也是有寄出了三阶段的管制 一旦人车变多了之后 就会在停车场来进行相关的控管 就是希望说民众在围解风稍微可以出来放风的同时 还是要做好防疫工作